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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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歡迎大家收看開飯的Sunny 今天有窗哥在這裡 窗哥真的很厲害 越菜、村菜、潮州菜 甚麼菜他都會煮 但我想問窗哥 你最喜歡煮甚麼菜 或者最拿手是甚麼 其實我最喜歡當然是越菜 因為越菜的範疇也比較廣 是 我又喜歡在越菜 引入一些村菜的風味 是 所以各有特色,我也很喜歡 好,今天我決定 我想學越菜 既然你這麼喜歡越菜 好 不如教我們煮兩道菜式 第一道煮甚麼好菜 煮一道百花鳳鳴卷 這個就像傳統的江南百花雞 但是我們就有少許功夫加進去 好了,材料很簡單 雞、紫菜、蝦 現在我們做鳳鳴丸 材料就是這麼多 對 很簡單的感覺 我們主要是用雞皮 雞肉也會拿出來煮出來 是 或者我們叫手刮 如果沒有手刮 如果沒有手刮 灌邊 是 我們這裡斜入 這裡加一刀 哇 對 很精準 這樣 去到這裡 這裡有一個粒位 我們輕輕割一割 看到有塊肉出來了 我們可以繼續扯 你以為我只要皮 為何不可以剩下皮 因為我也要拿出一些肉 很便宜 對 這裡有一個膠位 這裡切一割 骨 拿出這邊 對 對 我們不要逆位 但是我們盡量 切一割少的位置 留下多一點皮 好 我們把骨子切出來 好 稍後 我們這些肉 也要切薄 又或者我們把肉 切完 然後用來剁 用它 也可以 這裡的鼻骨 下面 嗯 要輕力一點 因為這裡有條針 叫刺骨 在這個位置 刺骨 對 拿給你 這裡有條刺骨 哦 看到嗎 這個呢 如果我們不小心 有時大力一刺 就刺了 所以要小心這個 要慢慢 把肉 放出來 這個跟你上次 建的雞腿仔 感覺很像 差不多 大同小二 我們要圈一圈 這裡有一些筋 是 你不切斷它 我們的肉 我不會把它拿出來 嗯 其實主要都是沿著 那些筋 弄斷它 對 這些筋 就是剛剛說的 你不斷這些筋 就起不到夠肉 哦 厲害 為什麼整塊就起了 那我們可以 撕皮出來 對 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撕出肉 撕出肉 對 這個就是最容易控制的方法 嗯 這個就是剛剛那個 雞胸位 哇 很厲害 對 這個雞腿仔 嗯 這裡就是雞腿仔 這裡就是雞腿仔 嗯 這個雞腿仔 其實影響不大 是 如果這個 這個 我們就 收一收它 因為我們要收回形狀出來 嗯 口的這些要收 我們不會扔 這些 就是把它割起來 嗯 嗯 對 大約是這樣的形狀 哇 我們拿去長這個位置 嗯 長一點 在底下 我們一邊捲上去 它這裡可以吸回 覆蓋回去 那這就處理的肉 對 我們切 小塊一點 然後割 好 割到這樣的狀態 就可以了 如果看到這些筋 其實我們可以拿出來 這個也會影響口感 好了 嗯 雞肉呢 我們就割了 現在也要有少少調味 給點鹽 好 還有糖 再少一點 只要這麼少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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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少少 糖 也是這麼少 是嗎 對 對 這個品質非常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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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我們可以加少少蛋白 少少 對 少 蛋白不可以放太多 如果不是蒸出來 就會有些白色 白色的東西 對 把這個狀態都可以 放少少生粉 提高黏力 我們拌勻後 壓兩下 對 我們敏在皮上 不會因為有空氣 蒸出來就會有一個洞 好 這個狀態就可以了 可以 好 接著就是蝦膠 好 我們就拍蝦膠了 你看看 我把腸全挑出來 對 蝦很乾淨 跟雞一樣 我們要調味 醃 對 之前蝦膠 我們蛋 要怎樣打到它起膠 就要加些什麼 對 然後呢 它有膠質 對 要加一些蛋白 對 蛋白 讓它脹身一點 吃下去 除了有蝦膠的蛋 還有它脹身的口感 會更加好 嗯 辣湯 你當這個茶匙 就三分一茶匙 嗯 好 這個狀態呢 又是要生粉 好 這個狀態 又是打一打 好 我們就可以準備做雞卷了 嗯 鋪上雞皮 你看下面我放了保鮮紫 嗯 方便我們轉頭捲上去 好 我們派了一點生粉 提高黏性之後 是 用一塊 嗯 雞肉 對 剁了的雞肉 從中間 嗯 向外 好 平均就可以了 要整塊都要鋪滿 對 但又要留意 是 真的不要太過喉捲出來 沒有那麼漂亮 反而要薄一點 薄一點 薄一點 這個時候我會放一塊紫菜 嗯 下紫菜原因是什麼 那這個呢 就是一來做出來的 顏色其實會漂亮很多 是 是 還有有香味 嗯 然後就到蝦了 這跟剛才一樣 都是這樣打出來的 一樣 是 但又是不適宜太厚 嗯 嗯 捲不到一圈出來 好 我們捲之前 還是少許生粉 然後捲 對 我們去到這個位置 然後這樣按一下 好 讓它黏住了 嗯 然後再來一次 哇 然後同樣道理 用保鮮紙 嗯 按一下 在這個位置 收一收口 好 然後再來一次 嗯 然後我們就拔一下它 把兩邊弄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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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蒸的時候 就不會變形 嗯 然後呢 幫我炸一下 嗯 做什麼 對 先打一件 盡量我們迫前一點 這個就是防止它 蒸的時候 要是它受熱 它會膨脹 會迫鬆 這個位置 這個狀態 我們就要用牙籤 把牙籤捉了 好 讓它梳一梳 它就不會向外發展 的時候 在這邊走 好 我們捉完後 我們蒸八至十分鐘 是 完成了 是 我先做一條 嗯 用在這裡 切了 切開 然後我們擠它出來 哦 這個開法就是最方便 嗯 這個時候 我們要先煎 好 煎 煎脆皮的效果 嗯 但是煎的時候 我建議不要遇到太熱 嗯 因為蒸完始終也有少許水分 是 有機會會彈 是要拍 對 慢慢煎 煎到金黃金黃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 好 煎到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 切了 斜一點 這樣就更漂亮 哦 哦 很漂亮啊 這個卷 伊昌哥這個很脆 可以就這樣吃嗎 可以啊 但是我覺得有少許汁點最好 好 那你今天的汁是 我叫焦麻醬 有少許辣 它就是用蔥 蒜 薑 花椒油 有少許麻香 嗯 的味道 好 把這件 加上醬汁就可以吃了 好 哇 很棒啊 就是這個感覺 你煎完之後 它皮脆 有些金黃金黃 那比起呢 你就這樣蒸出來的效果更好 嗯 感覺很香 是啊 最重要還有這個醬 我想嘗嘗原味 我覺得這個就這樣吃 其實那個蝦膠很大 可以出現鮮味 嗯 而且整件事很配 外面是脆,裡面是軟熟 還有紫菜 我知道為什麼要加紫菜 除了顏色更漂亮之外 其實真的更香 對,更香 你加上這個醬 是更加惹味 很棒 對,唱歌 嗯 這個這麼好吃 下一個做什麼呢 下一個呢 我們就做些沙爹牛肉粉絲煲 聽到好像很日常 但這是我自然 所以我們稍後廣告回來再見